容行天下 来看到就是说呢 美国在 美国呢 美国现在的拜登政府呢 对于对于以色列 对加萨的攻击 到了最后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边境口岸拉法的 这个最关键的位置上面了 那对于这个拉法口岸的处理 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道主义 所关注的重点 我看到联合国的这个 就是说的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呢 大概也受不了了 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呢 都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 今天呢能够能够呢 让以色列的悬崖勒马的 能够能约束以色列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就美国而已 可是呢美国的迁就于呢 就是说美国国内的 就是说呢犹太人的力量 困难度呢 当然是很高的 这是这是平心而论 可是美国呢 最最近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对加萨地区的空空头 物资的空头 那个呢到底是个表演呢 还还还是什么原因 待会请教的敬意 第二个呢就是 美国终于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呢 投票的时候 尤其安理会的这个这个投票 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个投票呢 就是立即停火 那这个立即停火的投票呢 除了美国之外的 其他的14个国家的全部赞成 而美国呢 在举手表决的过程当中 当问到有没有反对 美国没有举手的时候呢 现场就开始爆发出掌声 就知道这个案子竟然这样过了 虽然这个案子过了呢 他可能还只是一个形形式上面而已 之后如果呢 以色列不撩你 那那你那联合国安理会 能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美国会支持这样的行动吗 后续那才是重点 以色列呢 今天在加萨所进行的粗暴的 要断绝呢 加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最后希望 但那个企图 其实看起来是很明显的 好我们从这件事情来谈起 美国的态度 拜登政府的态度 对以色列的态度 对加萨态度 为什么突然间有了改变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三月 我们已经是三月底了 这个三月可以说是我们报告 这个巴以冲突将近半年以来 出现最关键的一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迹象 刚刚唐大哥已经提到 包括空头啦 还有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弃权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 拜登在国情资文的前夕呢 是要宣布要在袈裟外面 海面上来兴建一个临时的码头 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建 那预计是在五月的时候会完成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在联合国安理会 投弃权一票的 那是刚过去的周一嘛 那其实是在上周五呢 美国其实还第一次提出了 关于这个停火的一个所谓停火的一个 一个决一草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三月 这整个三月其实出现了蛮大的一个变化 那一方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在加沙地带 真的是传出越来越多很不幸的一个状况 包括联合国都不停的有发布新闻 然后做统计 那我们知道现在在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 是已经突破了三万两千人了 那基本上是每一天都有超过一百多位 巴勒斯坦人的死亡 那平均每一个小时 平均每一个小时就有两位巴勒斯坦的母亲死亡 每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除了母亲以外 他们的孩子其实许多都也来不及长大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持续的 透过包括我们说的抖音啦 TikTok啦 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啦 甚至在这个YouTube上面 是陆陆续续的传送回到了美国 那这也造成了在美国是出现非常非常剧烈 今天我在美国报导新闻这么久 真的很少看见这个抗议 大规模抗议是不停持续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规模越来越大的 完全没有消停的一个状况 包括我们上个月 我也去到了这个以色列的驻美国大使馆外面 报导有一名美军自焚身亡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后面陆陆续续 现在整个抗议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极端 包括前两天有比较怎么说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包括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还有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的门口 抗议者是搬来了大量的排泄物 然后就在他们家门口 甚至是试图要把这排泄物给投进去 因此是引发了这个白宫的这个特工的一个紧张 然后出来阻止这样 就是现在抗议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那前几天其实我有开车 经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家 他的家其实在一个蛮好的一个地段 在大华盛顿区域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地段 他是一个相当幽静 是前面靠河后面就是有这个森林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地段 那现在去到他家门口 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示威者已经在他家门口是安影插载 就直接就是盖帐篷 这样啊 对 24小时在那里住 就是包括他们有自己的小小的这个烹饪的设备啊 煮茶 然后一堆人坐在那里 就抗议就大量的标语都贴在这个 这些帐篷外面 甚至还就比较 惨不忍睹的画面啊 比如说他们就把这个婴儿的玩具 就是婴儿形象的玩具呢 放在柱子上面 然后意思就是指控这个美国国务卿呢 是这个婴儿杀手 那包括布林肯来回出家门的时候 他们都会往地上去倒这个血水 就是把染红的这个颜色 不是真的血水 就是一个染红的颜色 然后来表达他们心中的一个不满 那其实前 我们知道这个月初呢 对于拜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个场合叫做国情之吻 没有错 就是对对对 就是每个美国总统的每一年 他讲话最多同时会有最多人 同时收看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那一般来说这个演说 来说都可以达到3000万到6000万 美国人同时观看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拜登呢 那对于今年3月初3月7号的这个国情之吻呢 是尤其的重视哦 他就我们所知道的 好白宫就知道他大概是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个国情之吻说好 因为因为这个两三千万人看或三四千万人看 这么庞大的一个观众的一个数字呢 可以说是拜登应该是他在整个大选之前 能够同时有如此多人看他讲话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够展现出他作为一个 能够继续领导美国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角色 不过呢今年我已经报导美国的国情之吻 从欧巴马然后到川普 然后到现在的拜登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以前都是会选择在美国的国会来进行报导 因为在美国国会外其实就是蛮平静的 大家都是比如在在家里或在巴里 然后要来看这个总统发表观念 那今年相当的不一样 今年呢我是留在白宫来进行 对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之吻进行报导 那我现在希望来播一段就是我现场的一些画面 然后让观众来看一下 OK好 美国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年度盛大演说 国情之吻的此刻我人却在白宫而不是在国会 原因是这个 而白宫正前方的建筑物也打上了 种族屠杀者桥的图案跟文字 You're a liar 拜登拜登 You're a liar We call us a now We call us a now Haz up us a now 对于拜登的国情之吻 特别是要在袈裟地带修建临时码头 提供援助示威者买单吗 I think that the port is a distraction and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be built what we need now is for a ceasefire and to stop sending funding and military equipment to Gaza which as we know are enabling a genocid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port that Biden is planning to build is just theater it is just theater they need to open the roads there are many roads going into Gaza Gaza used to export food to Israel they need to open all the roads OK 今天我看到在外头的示威者的profile 看起来五花八门啊 真的五花八门 包括我采访那位女性警察 她跟我说她是犹太人 OK 他们有一个叫做犹太和平之声的什么一个组织 那她就说她是对于目前的状况 她觉得有点 对她自己来说她觉得有点丢人 然后所以她就愿意站出来发声 然后愿意就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个注意 对于加沙现在发生的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一个状况 她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力 但是因为她是犹太人 她其实我私底下也有问她 就是说那你在你家里 有没有就是遭遇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她就说对家人已经不跟她说话了 就是说他们认为犹太的一个认同感 应该要超越就是现在所谓加沙世界局 等等的一个状况应该是家庭要以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为主 所以她现在其实跟她家人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联系 也不太对话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尴尬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对美国内部 包括我们也不能够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归类为某一类或某一类 但是就比如说像犹太人的社区内部 就有一群人他们是会表达出不同的看法 所以真的就是当时是真的是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那看到大量包括很少能看见白人或是黑人拉丁裔都在现场抗议 这还是当天的一场抗议 当天还有另外一场抗议是发生在美国国会外 我知道以前我们在报导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国情咨文 其实美国国会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状况都是差不多 但是在这个国会骚乱就是川普任期末的这个国会骚乱之后呢 一旦美国国会要举办大型的活动的时候 在整个整个国会外面 我们知道国会的整个大小大概是一平方公里吧 会拉起长长的这个铁栅栏 然后把所有国会议员全部都保护起来 对保护起来 所以这次也是就是在事先也是大量的 大量的这个警察啦 大量的这个安检啦 包括我们摄像区那边去拍一些影像 因为当天就是希望能够拍到 也是被这个安保给赶走这样 就持枪的安保 荷枪事弹的安保给赶走 所以另外一群抗议者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到 或是靠近到美国国会 所以他们最终是守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面 你知道宾夕法尼亚大道就是 每四年嘛 美国总统宣使就职以后 他就会朝美国国会走几段路 然后走到这个白宫 所以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是非常出名的一条大道 那这次抗议者他们就是守在 就是堵在这条大道上面 因为这是美国总统要到美国国会必经之路 所以他们就守在那边 但后面也是被驱赶开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白宫前面 然后在国会他们已经在最近的地方 也试图要去抗议 然后表达他们的一个想法 所以现在整个抗议的一个局势呢 真的是在美国真的是越影越烈的一个状况 这对于拜登的整个选情 其实是相当相当不利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三月份 我们才陆陆续续看到包括空投物资啦 还有这个说要兴建码头啦 然后等等的还有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事情 那刚刚唐大哥有讲到这个空投物资喔 那我们也有看到巴勒斯坦人就是加沙的难民呢 他们开了开箱 就是开箱这个救援物资究竟有什么 那其实就是军用的这个这种餐包吧 扣粮 扣粮包 对对对 然后那个巴勒斯坦他就说他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唯一知道的是里面还发了一个Skittles 就是那个彩虹糖 啊OK 然后要给难民吃 然后他其实那个那个我看到了那个开箱的巴勒斯坦人 是觉得相当的不满意 他就说我是人类 我有我的尊严 我不接受这样一个空投的物资 我希望就是路把路打开 从任何的边境进到加沙的物资 我都会愿意接受 我有我的尊严 那这样这样空投的 大家其实我们我们就透过这一名像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空投物资 就是民众去就是真的一团混乱去抢 然后甚至还造成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五个人嘛 被空投的这个箱子因为很重很大 然后被火火压死的一个状况 不过美军是已经否认不是美军 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他最终是把这个美军空投的物资给丢到垃圾桶 所以现在就是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物资救援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包括美国国内 拜登面临的内部的压力还有这个国际社会论的压力 所以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在上周五是提出了第一次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 不过他这决议草案的最终是被俄罗斯中国跟这个阿尔吉利亚给否决了 对那我们后来听到这个他们否决的一个原因 最主要是美国所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是以释放人质 还有必须要谴责哈马斯为前提 然后来来说要立即停火 但这个立即停火并不是要求要立即停火 是美国认知到必须要来立即停火 就认知到要立即停火跟要求立即停火是两码之四 所以最终在上周五这个决议草案是没有通过 那没有通过的一个状况之下 在隔一个周一就是我们刚过去的一个周一 美国联合国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里面是有15个 就常任理事国外加10个非常任理事国 那五个常任理事国我们都知道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 他们是在这个这周一呢是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了 这份决议草案是要求立即停火 并且设定了一个时间就是在灾月结束之前 这段时间要来立即停火 那我们知道灾月其实剩下大概两个礼拜不到 很短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他是投弃权票嘛 就刚刚唐大哥说就是现场就鼓掌啊什么的 然后当天呢其实我去到有去到白宫的新闻发布会 然后就是去听白宫的发言人还有白宫的国安会的主要发言人 科比他现在从对他已经从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 沟通协调员已经变成沟通顾问 然后也被升级为美国总统助理 美国总统助理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直显 就是只有十几个人才有非常少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衔 那他我当天到白宫的记者会上去听他怎么说 但是听了他听了听去觉得有点比较比较觉得 到底到底美国这个他反反复复的是说 一开始他上台是说美国的这个对于以色列政策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那他其实当天在这之前还开了一个电话吹风会 所以他一天之内等于是开了两次记者会 这是非常罕见的 就以白宫来说就是有电话吹风会完就不会有 就是在这个讲台上面就不会再看到 所以他是同时 而且两场的记者会他一开头都是特别强调美国 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记者基本上都不太买单了 因为你之前都是一票否决 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都是投一票否决 这是投了弃权 这个还能够说不是政策没有改变吗 但是科比他反反复复复就是说没有改变 那他强调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所有军火的 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等等的供应完全没有停止 这代表美国对以色列的整个政策是没有改变的 那另外一个一个比较奇怪的说法 他是说这个联合国安理会这次通过的决议是没有约束力的 这个其实是满 这个说法是很特别的 你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联合国安理会他通过 他从来也不会什么约束或不约束 就是说他是一个决议 就是这个比如五个常安理事国 还有四个非常安理事国 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当然了就联合国本身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本身 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安理会通过的任何的决议 这是没有办法的 就联合国本身是没有这个力量 是要透过安理会的最主要是常任理事国 他们去实施 比如说他们共同达成 我们要实行制裁 我们要对某个国家某个区域某个什么什么来进行制裁 然后于是由这五个国家去联动其他的国家 来让这个安理会的一个决议能够实施 能够来实施 所以在过去我们不会听到说是什么 有没有约束力 或者是没有约束力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法 因为决议通过来说 照道理来说 而且照比较平均的数据来说 基本上这些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他们都会来联合起来 来进行制裁 或进行某些要求或等等的这些动作 但这次美国的意思是说 这个没有约束力 那后来我就看 包括像纽约时报等等的这些报道 就基本上是说 美国他可以随时来推翻 这个安理会的所谓的决议 如果美国不执行的话 那这个安理会的决议 他本身就是没有用 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2016年 就我在白宫跑这十几年来的新闻 很少很少看到美国会跟以色列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当然美国是从来没有投过否决票 这个是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就根据统计从1945年到现在快80年了 美国大概投了八十九次或九十次左右的这个否决票 但是有一半一半的票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 而美国都是站在支持跟保护以色列的立场上面来投这个票的 那所以包括否决包括弃权都是很少很少看到 那我报道白宫这十几年了 只有在2016年就是欧巴马的任期的末期 他有做过否决 那他的否决最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 不是否决 就是弃权 弃权 大家说错 不好意思 是弃权 一个就是让这个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能够进到加沙地带 这个美国在那时候是选择弃权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有这个 就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能够进到加沙地带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要避免这个囤垢 我们叫囤垢区实际上是定居点的一个扩大 就是它有两个翻译 就是Settlement 但是有人就说 但最主要是定居点的一个扩大 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 那时候欧巴马也是投了这个 欧巴马的联合国代表也是投了这个弃权票 所以才能够通过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欧巴马跟内塔尼亚湖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糟 非常非常的糟 两个人吃到已经到水火不容的一个地步 因为欧巴马他始终都是支持就是两国的一个两国方案 但是对 但是内塔尼亚湖他始终不支持 还有政治真的闹得非常厉害 就是欧巴马根本就没有邀请内塔尼亚湖对美国来进行访问 但是美国的国会邀请了内塔尼亚湖到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来发表演说 也就是对所有的500多名的参议员跟中原家在一起500多名的议员来发表演说 然后对欧巴马来批评来进行批评 就是一个很奇幻的一个场景 就是美国的总统没有邀请你来 但是国会邀请你来 那国会邀请你来 你还对美国的总统来发出批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所以才导致欧巴马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他反正都不用选 他反正都不用选的一个状况之下 于是他投了这个弃权票 但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定居点的这个弃权票呢 因为美国一直就没有实施 也没有执行 他也没有跟其他的常见理事国就说 我们要来执行 就是如果犹太人定居点 在约旦和西岸扩大的话 我们要对你对瑟雷之制裁或什么的 但美国就选择 我就什么都不做 那甚至到川普上来 特朗普上来的时候 都宣称说这个国会 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我们不承认他们在犹太人定居点是合法的 所以就等于是说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议题 就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 到底有没有通过的决议 到底有没有约束力 其实最主要还是得要看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要不要去执行或不去执行 没有错 就从来没有说过 有没有有约束力或没有约束力的这个决议 这个是非常奇幻的一个说法 那刚刚我说到就是 这是在欧巴马的任内的最后一年 他都已经不用竞选连任了 所以他会去投这个弃选票 那同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回到美国来看 我们看到拜登现在整个竞选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吃力 就是选举的一个状况 都民调都是处于打平 或者是些微落后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才会做出弃选的一个决定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并没有 没有美国选举这个因素的话 美国是不是会投弃选票呢 他到底是不是 拜登到底会不会去听选民的声音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目前确实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非常非常近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月份 他们为了要挽救 真的是追赶不上的一个民调 做出这么一连串 包括空投 然后包括这个所谓来修建码头 然后在安理会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 然后在其他国家提出决议草案 第一次没有一票 否决的是弃选的 这样种种一连串的状况 这其实都可以跟美国真的是选举 要接近了可以联系在一起 好当然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选举 会发生多大的影响 刚刚经意提到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民调 共和党民主党川普跟拜登互有领先 那当然关键还是在在几个摇摆州上面了 因为因为美国的美国的就是说那选举票的制度 你光看呢就是说总体的支持率是看不太出来的 所以呢你还是需要看各个摇摆州的民调呢 比较准确一点 那七月之后呢当两党的选举呢 就是说那他的内部的政党的选举开始正式启动的时候 大概就会白热化 感觉上面拜登现在都在做一些先期的处理